1998年曼谷亚运会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赛场上的杨威夺得了亚运会的全能冠军 这让中国体操队看到了继李宁和李小双之后的又一个全能人才 但谁也没有想到在随后的八年时间里杨威在世界大赛中均无缘全能金牌 次次都屈居第二 而他也一度被人称为千年老二 对于千年老二的称号杨威说并不在意 反而成为了他当时不断前进的动力和毅力 2006年的市井赛杨威摘得了全能比赛的金牌 并于第二年未免成功 杨威年少成名 18岁开始驰骋国际赛场 2000年悉尼奥运会 杨威和队友们一起夺得男团冠军 但在个人全能比赛中 杨威遇到了强大的对手聂莫夫 虽然杨威六个动作都发挥得异常出色 但最后还是以微弱的劣势不敌聂莫夫 获得亚军 暴汉悉尼 2004年雅典奥运会 中国体操队一心想要蝉联男团冠军 但出师不力 杨威在个人全能决赛中 由于在单杠上的一个吊杠的失误 不敌美国人保罗 再次与冠军失之交臂 我觉得这个金牌我每次都是几乎我就要拿到手里面 多年来杨威一次次无缘冠军 爆汉悉尼奥运会 拼拜阿纳海姆世纪赛 梦断雅典奥运会等等 命运女神始终不肯垂青杨威 她成了千年老二的悲情英雄 经历了2004年的重大挫折后 杨威想不退役 一度萌生了退役念头的她 为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 她选择了坚持 2008年杨威24年的体操人生 终于圆梦北京 她获得了体操全能冠军 北京奥运会的全能金牌 是杨威的第三个全能世界冠军 而她也完成了对前辈 李明 李小双的超越 成了全能王 有人说杨威是中国体操精神的缩影 屡败屡战 越战越勇 为了全能王这个目标 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1990年杨威入选湖北省队 结果没练几天 就因为体型欠佳 被退回了仙桃体校 这也给杨威打击很大 差点就不想练了 后来父亲抱着再练练看的想法 做通了儿子的思想工作 把她送进了武汉体院体操班 此后杨威冒奸而出 层层选拔上送 而她也从全国少儿冠军 到全国冠军 世界冠军 成为了中国体操队的 李军天护 接下来请各位观赏 维柴动力 凤凰大视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